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欢迎收看五间总结 我是林志童 现在先跟大家回顾一下 内地和保安股市中收市的情况 内地股市昨天急升之后 今早做就靠找湖心300指数 中收市跌2点 中收报3933点 上证中指跌1点 中央收报3043点 深圳成分指数升17点 中央收报9547点 港股假期回来后有个显著上升 行指升386点 中央收报移民法929点 国企指数升146点 半日收报1028点 港股半日成交646亿多 这个环节请Michelle和我们聊一下 Michelle 你好 你好 李宗盛 先讲讲大事 昨天A股也有2%的升幅 但港股假期回来后 说升也不算升得很多 现在在G10集特会之后 似乎美国战的情况又乐观了一点 港股依然跟不着呢 是不是你意料之内呢 还有五穷六雪七翻身 七月有机会做好一点呢 我自己就觉得 你说整个七月份的走势 现在这个moment很难说 都说会真的升到什么位置 始终我自己本身就是对贸易战的那样东西 不是抱着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 今次回上来 其实我自己也觉得 去到29000 甚至再向上抽多一层 去到30,000点这些位置 可能都会遇到比较大的阻力 这是短线我觉得有机会去到的一个升幅 所以其实那个投资策略上 我自己就觉得 如果后市是现在持续 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去到这些位置 我会建议投资者 都先减减磅 始终G20 就是国防会开完之后 说到好像又要停截 还有特朗普方面 都是历史性的 有几件金正恩 其实有比较多的好消息出来 但是在中美贸易方面 除了说将华为由 那项名单当中移除之外 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一个进展 特别是关税上 其实现在那2000亿美元的那个中国货品 其实那25%的关税 到目前为止 都仍未有一个解除的一个情况 那这一件事 其实我觉得会之后 大家慢慢去重新去关注 特别是 说现在的关税 都仍是持续的情况之下 对于那个 内地方面的 那个进出口方面的影响 会不会持续多一段时间 特别是始终见到最近的公布 最新都过去星期六日 公布了内地的6月份的PMI 其实PMI 其实都真的差过预期 我觉得 加上其实连大型企业 都已经是 去到个泳肤线流下 50流下 就是说到 之前这个trend 其实大型企业 就算说中小型企业 是做得差一点 现在大型企业 其实都失手了 另外就是说到新订单 新出口订单 其实全线都是 几乎是大约15年之后的一个低位 如果不计今年2月份的春节因素的话 所以就算你说 在贸易战的预期上 好像现在有点乐观 但是你的关税未解除 之后订单回复的水平 我觉得很难有一个很大的回复的情况 特别你说要弹上50流上 我觉得这一件事 如果那25%的关税 都还在的话 很难去做到 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那些内地的工业企业的利润 其实是唯有是继续跌的 只不过可能跌幅收窄一点点 所以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特别你看到这一两天A股的走势 A股方面没有停市 昨天回到来升了2%之后的 那个力税都不是很足够 我相信后市 刚才会慢慢将那个焦点 去转移到一些数据上的表现 或者说回复到经济基本面上 特别是弄关税这一件事 对经济基本面的影响 所以目前为止 我觉得特别你看看港股 现在今天就算是升差不多 跨近400点上到来 去到2.9000这个关口 都是有比较大的阻力 所以短线 我觉得你说有机会 之前那个反弹0.5亿 就是2.8500这个位置 会由阻力变造支持 短线不跌穿路 有机会都是在2.9000这个关口上落 但是真是再向上冲 去到什么位置 3.9000左右 都真是近期的一个尽头 好 说完大市之后 就说个别板块了 今天除了一些手机设备股 升得多之外 也有些板块有些特别消息 就是说一些燃气板块 大陆现在就准许它的外资 进军一些城市燃气的一些项目 今天见到 那些燃气股又不是全部会有个明显的下跌 是说燃气跌得比较多 跌百分之二 其他好像中国燃气304 都升到大约百分之三 又说下这个政策对燃气板块的影响 会不会令到竞争加剧 令到他们的利润空间会收窄呢 其实说燃气股本身的利润空间 已经不算是特别大的 你之前见到 特别是出了份业绩之后 大家见到其实 分析回内地方面 这几年都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规例 譬如说做一些门站加价的病轨 又说到说有机会 就是大家会害怕 它要取消它的接驳费用这些 其实这些都是会令到燃气股 其实之后 就好像有个定时炸弹 或者说到 就算是未取消 接驳费用要降低 也会令到它的利润率下降 比较大的隐忧 对于今次的这条政策 其实有可能会对一些外资公司 会有一个收购或者住资的便利 我们说到外资公司 其实你说现在在港股 见到上市的这几只燃气股 它在境外注册 就是你说严格意义上 其实它们都属于外资公司的一部分 对于它们来说其实那个影响 或者说整个内地的城市燃气格局 会不会因为今次这个开放外资准入 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呢 我自己就觉得可能那个影响 未必真的那么大 这件事可能会更加多是涉及在 一些天然气或者是石油的 就是那个上游的勘坦开彩上 你说准入外资 一些其他真的 你譬如说BP 或者Share 这些外资公司 他们在勘坦开彩上 有机会可以有更多的参与 但是对于城市燃气来说 那个格局就很难有所改变 因为内地方面你要造成城市燃气 其实要有特许经营权 而这个特许经营权 这么多年以来 其实基本上已经是 大家都已经取得七七八八了 譬如说有一些本身可能利润率会伤到比较多的城市 可能人口比较集中 或者其他的配套做得比较好 天然气的用量本身又比较多 这些地方的特许经营权 已经是被关分得七七八八 你说真的要再进入这个市场 始终来说面临着本身的竞争格局都已经比较大 还要说内地方面还要受制其他一些 燃气上的政策 又限价 又要打压接驳费用 这些情况之下 我们说的肉其实不是太多肉食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说真的会不会选择在现在这个时候 入局或者进入去加入竞争呢 我觉得这个就算外资要加入的情况之下 他自己本身的竞争力 不会真的跟内地方面会有一个很大的双叉 或者说是大幅抛你这个情况 所以其实现在目前来说 他有机会收购到的那些项目 可能未必是一些那么优质的项目 可能是一些本身的燃气比较少人使用 或者说要有待开发 本身前期的投资比较大的这些项目 所以其实对于内地的那个燃气股来说 这个因素暂时来说 不会是说真的会令到他之后的那个利润率 或者说到他的竞争会有大幅改变的一个比较大的因素 燃气股始终都是提到我刚才说的几样东西 就是说他的政策方面 会不会有之后要下调接驳费用的影响 正面方面就是看之后 因为本身内地方面天然气的那个供应是不足的 看之后特别北方地区的一个俄罗斯天然气进入之后 会不会令到在北方地区本身布局比较多的一些燃气公司有所受惠 所以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整件事不会有一个太大根本上的改变 如果现在因为这件事可能市场有一些的reaction 是令到这些燃气公司个别的 可能你说是跌得比较多的情况之下 不排除是一个比较好的追入的时间 甚至是你说其他的一些燃气公司 今天可能你看到中国燃气都有差不多3%这样的升幅 就算现在这些位置我觉得是 可以考虑一下去吸纳 只不过现在这个位置就觉得 相对来讲价格上 不算说真的特别值得 所以就可能回落一点点 始终都是看好它之后 特别是中国燃气这些在东北地区上 它本身自己的一个布局比较多的情况之下 会受惠 你说可能年底去到那个俄罗斯燃气 进来之后 它可以那个小售量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但是始终都是要关注 你说如果政策方面有一旦有任何的更新 或者说接迫费方面有任何的限价情况 措施的情况之下 整个板块都会再次面临一个rerate的压力 整个估值都要再下贴 这个是它比较大的一个投资的潜在的一个风险 所以其实如果你入场之前 我觉得都要 你说双方两方面都要考虑 如果你说看好它之后 那些燃气前景的情况之下 你譬如说中国燃气这些 会落到大概25元便这些水平 才去考虑吸流会比较好 好啊 谢谢Michelle 那么详细分析 再申报一下 有没有自有上述太阳保护分 没事 好啊 谢谢Michelle 稍后回到其他直播文字 稍后回到其他直播文字 稍后回到再见